大家好,我是复旦管院本书教育中心的密凯 今天大学规划局,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实习 在前面的沟通中,我经常会提到 在求职升学,甚至留学申请中 申请人的实习经历非常非常重要 而好的实习经历本身也是 你申请另一份更好实习机会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很多低年级,甚至也有硕士同学最近经常和我交流 和我说,在开始阶段申请特别好的实习机会 非常非常难 我太难了 即使申请到了,看上去不错的实习机会 但实际上每天都做着打字复印排版化PPT 甚至给同事买咖啡之类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英文名字叫做Dirty Work 那这样的实习到底有意义吗 对自身的提高真的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吗 当然,作为学生实习生 不管你是新手老手 像这种Dirty Work都是无法避免的 但这样的实习是否真的就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是如何对待这份实习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实习提供四个多 就是多听、多看、多问、多想 多听 在办公室里,大家日常讨论工作或者旁听会议时 建议大家多听 听听他们讨论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分析的角度 多看 经手的文件和PPT在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多看一看 看看他们的报告是如何写的 PPT是如何做的 主持文本的逻辑是什么 对报告和文件的内容 做更多的深入的了解 多问 对工作中所听到的或接触到的不懂的问题 在方便的时候 建议大家和相关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实习的导师 多请教 多了解 最后一个是多想 实习过程中 不管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工作 还是你接触到的其他同事做的工作 一定要在听、看、问之后多多思考 把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经验、工作方法、观点、角度 都统统纳入你自己的知识体系 成为你自己的宝贵的经验 在实习中 我相信有80%的时间 很可能都在做Dirty Work 但你一定要充分利用好 剩余的20%的时间 多听、多看、多问、多想 让一段水实习 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实习经历 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实习经历 首先会能够帮助你拿到更多的面试机会 但是在实习中 多听、多看、多问、多想 而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就一定能够帮助你在激烈的面试过程中脱颖而出